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一天我有一个顾客就是一个首客 刚刚有一个产品来到马来西亚 是很新的一个产品 是一个商机的产品他跟我讲 当时他就把资料交给我 他是叫做商机的产品 我就听了什么商机 没有细心去听 他就把资料交给我 然后把这个资料也借过来的时候 我就放在馈桶里面 我忙着忙着的时候那时候是年尾 然后我就没有去注意到那个产品 也忘了去看那个产品 然后过了在一阵子两个多月之后 二月份我就过了去日本旅行 在我去日本旅行的当中 然后我这个顾客又再来要来找我 要邀请我们两个去听这个说明会 然后我当时的时候 我就是一句话只拒绝了我的老公 我讲我们这么忙 哪有时间去听什么说明会呢 这样子 然后我老公就说这个是首课 然后需要我们 哎呀没有关系 我已经答应了他 我们就去吧 然后我也不说太多了 好了我就配合我老公了 我们就去听这个说明会 他们其中有个女性讲的问题 跟我一样的 是什么问题呢 是因为荷尔蒙失调 什么来疫情不会停 我一听到那个那一些问题 好像是在讲我嘛 这样子我老公就跟我说 哎那产品 不然我们可以买一套来用吧 然后最后差不多要散会的时候 有个领袖呢 他就跑上台来 跑上台来分享 这当中创业呢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金钱 我想到要钱 嗯我本身不是很有钱 然后想要钱 那我就好吧再停下去吧 第二个的问题是讲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讲啊 只要你有人 为什么只要有人 哎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条件 人我想到我的顾客是有的 然后是要不要罢了 然后我就想到 哎顾客也有 OK好 第三个的条件是什么 第三个条件要有胆 有人有胆 哎你这个事业就可以做上来了 当产品用的好的时候 就可以重施这个事业 嗯 产品 产品第一个就是 我用在身体 改善到我的身体 我对产品的信心 的信心度是来到100% 非常是相信的 然后在我推广到给我身边的朋友的时候呢 我的朋友的他们的问题也改善了 然后你知道吗 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他的问题意义的解散的时候 改善的时候 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 我感动到我自己都会流泪啊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看 在办他们的 问题 病痛之中 没有办法 看了很多医生 没有办法改善 是通过来 产品来 介绍来给他们用的时候 他们感受了 他们打电话来给我说 谢谢你 Aness 这个产品很好 对我的问题就意义的解决 所以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事情 对一些的人觉得这一种的挑战呢 可能对一些人从事这个行业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可能会怕恐惧啊 对我来说呢 这种挑战呢 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真的一一的这些问题 我都会一一的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不成问题 然后鼓励我伙伴们呢 从事欧美利的事业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公司有了这一套系统呢 让我们很轻松的能够创业这样子跑下去 吃喝完了 还有想要旅行的就努力一点点 就会得到免费这些去旅行 这么多年来啊 我们是说 每一年的旅行 我都可以跟一群的伙伴去旅行 所以我希望 还有很多伙伴还跟我们来一起来 吃喝完了去旅行 是非常简单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